作曲 李宗盛 差不多是每天都在台上去 在巴黎舞做職業之後 舞台上的我越來越是生活中的我 剛滿20歲的林俊穎 香港製作 成為這間巴黎的殿堂巴黎舞團 三百多年來首位華人團圈 之前他回香港度假探親 我們就找他說說近況和巴黎人生 我剛去到法國的時候 在學校住宿舍 不懂得說法文 沒有人跟我說英文 感覺是不良好的 我自己接受了就不會再介意 我想歧視其實一定有的 我現在覺得是人之常情 很古典很傳統 是法國宮廷的一個劇 選擇一個像當年的一個 Prince的人做主角是很正常的 其實現在有很多 現代的製作 都會用不同國籍的人 我花得最多時間的 就不是在台上表演 其實是在台下學跳舞 我還要是一個後備 或者under study 你會學到很清楚 你學到製作的舞步是怎樣 可以隨時可以去 replace某一個舞蹈員 他又怕醜 所以我就想參加一些群體的活動 很自然就想到他去跳舞 求了很久不肯試 到被秘書說你這麼麻煩啊 但我進去試了15分鐘 出來就喜歡了 他的路就改變了 這個芭蕾沒有帶給他 自信 覺得兒子在這個舞台上 或者是有些感動 他終於達到這個夢想 上台只有1分鐘左右 這1分鐘就會決定了 20多年的事情 所以大家都很緊張 同學和同學之間 當然幾個月之前 或者1年之前 已經開始想著這個事 那中間當然會有competition 我還記得那天是42度回來 裡面沒有冷氣的 我發覺很熱濕了 有一個很有趣的感覺 就是因為你一放鬆 就是你一看到你進入了 你這個人會成一坨啫喱 這樣淋了 那你就放鬆了 然後在病座上 我做一個大跳 然後跌斷了腳趾 然後停了三個月 然後要拿拐掌 這些就是低潮路 不開心之後 站起來 繼續去努力 六年之後 好像多了一個家 多了一個世界 以及多了一個自己 我的印象是 Lama 我看到他很多次在工作室 很棒的男生 很智慧 他學習得很快 他做得很快 我認為他會成長 然後做很多事情 現在是一個年輕的舞蹈 所以 我入法國之前 我是因為他的技術 而令到我喜歡 我看到鏡中的自己 一邊跳 一邊有進步 就是動作越跳越好 是令我興奮的 是令我興奮的 直到現在 我想是整個藝術令我喜歡 我會看包雷舞 為一個另一種藝術 我每一次去到法國 或者回到香港 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文化很不同 我用的語言又不同 回到他的時候 就好像我發完一場舞 我來 日後 內場 幹市 等一下 暴復 可以 Raise